配合東區門戶計畫 台北市政府與南港打造創新產業廊帶 推動設置N24 台北方舟Ark Taipei 台北區塊鏈創新育成基地 24號正式啟用 包括區塊鏈主題館以及創新辦公室等 成為區塊鏈創新產業的育成基地 那麼在這11月到12月最近這一個月內 我們已經推動了股處的基地在這邊 來提供給所有新專業團隊來發展 那麼在這一面過程中 我們選擇區塊鏈也來自於 因為區塊鏈其實它正在顯示一個 下一個世代新的經濟模式 那麼同時在重新定義一個對信用的看法 那麼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看到這幾年 其實區塊鏈這個技術正在快速的發展 那它所帶動引動的影響 其實是非常龐大 市長柯文哲也現場體驗區塊鏈支付系統 區塊鏈資產販賣機等 台北市政府預計規劃23處創新基地 目前已經有15處正式營運 而區塊鏈技術用來發展服務生態系 未來也將成為趨勢 市長柯文哲它是一個技術 它可以用在病例 用在金融 用在農業經濟 文化各方面 市長它用途很多 只有哪些用途 坦白講現在還在發展階段 可是它是一個新興的產業 不過對於一個新興的產業 雖然是現在是說線上的世界 網路的世界 不過我們要在一個實體的空間 作為這個人才的技術 資金業務的一個媒合的場所 所以將來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區塊鏈產業的一個媒合處 大家在這裡討論 N24台北方舟是由台電中心 舊倉庫整修後打造而成 保留原有灰鏽斑駁的混凝土結構 結合三層天梯回廊 建築外觀與內部相當獨特 也將成為民眾拍照打卡的新景點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